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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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接下來在3至2節部分的第一大體 我们要寻找到的是所类的函数 在何区间什么区间 它的函数是d减 那什么区间它的函数是d减 第1个题目来讲 我们蓝数fx本身 它是给x的三次方减掉3倍的x平方再加上3 那我们会发现到的是决定一个函数的d中跟d减性 取决于一阶导数的正货值 所以你会发现到f'x解出来是等于3倍的x平方减掉6 一个是换句话说这个值是3倍的x平方减掉2 一个是按照分解因是等于3 一个是乘以1个是减掉2 所以你会发现到的是 当我们的x大2或者是 x是小于0的时候 一阶导数本身它是大于0 所以fx在这个区间它是递增的 同样道理来讲 你会发现到当我们的x世界在0到2之间的时候 那么它的一阶导数是小于0 所以在这个区间的函数fx它是递增的 这个是一阶导数的 就是我们的x量 我们的x量 就是我们的x量 跟运动的x量 或者是我们的x量 也就是在那里面前面前面前面的 感谢观看